冯瑞芳 女48岁河北人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 大家好 我叫冯瑞芳 英文名安娜 我的工作经历有两个阶段 03年之前在广州从事国际贸易文员翻译工作 业余时间从事英语教学 03年之后回北京顺义继续从事英语教学 同时完成创新英语教学法作品两部 并获得国家著作权两部 今天来到催你莫属的舞台 想寻求一份培训英语教师及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崔老师 您好 您还未婚呢 谢谢 因为我不能生育 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因为滑冰嘛意外摔伤那个脊椎骨 所以说这些事情肯定会受到影响 不过没关系了 我把我的这个事业架给一个靠谱的企业老板来传承下去 这个老板的责任很重大呀 他发明过用手法展示口腔发音部位 用手语 手语 用手语 您展示一下看看 用手语展示立即口腔 这手呢就是一个立即口腔 这是牙齿 这是舌尖 你看这是牙齿上 我们发一个 这种教学方式有什么作用 展示立即口腔 表达具体发音部位 就大家不用说张到自己真人秀的嘴巴 有时候可能是比较难为情 然后呢我通过这手语来这样展示 对 含蓄一些 然后更加的就像我们音乐的琴剑的音 非常准确 不管你是什么口音什么方言 但是一唱起来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就非常的准确 行吧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情景资料 这是第一个方法呢 这是那著作权证书 第一个方法是 安纳手语和动漫联想 英语国金标教学 就是用手语和动漫故事 展示英语48个音速 和187个字母组合的发音 以便快速高效地拓展词汇量 正确地表达口语 请大家感受一下我的刷音 好吗 好 最重要的事情 我怀疑 我怀疑 你刚才脸上还有少女的翡红 来来来来 还有下一页 还有吗 对下一个 第二个方法 就是从语法上来说 叫 安纳英语实态图 语法切入法制 顽形填空 写作 口语速成教学 我想在这个应试教育 或者是我们大家一看到这个题目 也是大家所需要的 特别适用于九年义务教育 中考高考小生初同步教学 英语零基础的人员学习 您这声音真的蛮好听的 他这声音很有波音的气质 特别像波音员 对很像很有波音的气质 对 很享受听的 教学发音方面他是专家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库尔特呀 连中文都说不好 他经常评效不分 的确是 来你教一下库尔特的发音吧 基本上我会全国人们都会了 那我教您手语 先发一个音好吗 可以呀 食指放在胸前 随着音波的拉长 向前伸展手臂 吸气一说吸气就鼻孔吸气 放松 一 出说啊 说话呀 咋了 收回来放在这里 好下一个下一个 我再来一个 你这个是这个大拇指 相当于上边牙齿 这中指呢 相当于舌头 弹开就像我们弹 弹脑壳似的一个 发的什么样 对 你这个叫什么 同步 把两个拼一块 不是我这就不协调了 一 不像这样的音我会发 我就凭教舌不会发 那是那都得学中文了 但是如果您有东北口音 那您学会我这首语 我相信您说英文 一定也很漂亮 其实我刚才还是没有就是明白 就是做这个手是到底什么目的 因为我说比如说 那个我想很快的 他是辅助记忆 对 辅助记忆 不过我有点担心 就是音没发好 然后手在空中乱比活 有没有这种情况 不会的 真的吗 如果有机会 我一定会单独 就是没有 谁不会英语的 就我记得 以前看节目 说杜子彦老师不会 我就我都一定会教会他 而且我有问题 就冯老师 就是你 你主要教的年龄层 是不是偏小啊 偏基础数 肚子打磨是吧 不是 其实这是一个方法 把这方法掌握之后呢 那就拓展就高了 您这个安大技法 我不可否认是个好方法 但它相对来说 适用性不是那么普及 其实并不适合 我们这种机构 进行全面推广 但是我要是孩子很小 我不会让他学这种方法 我百分之一万不喜欢 因为有一个 为什么呢 来 因为我觉得 我直接送他上国际学校 外国老师教 其实因为我刚才听他发音 并不准 因为我因为 确实我 我也跟你一样 半途开始说英文 但是 我希望我的孩子 说的比我更标准的话 我肯定不会 送他去学你 您说的是口音的 口音完全有问题 这个我们结论先不要像早 就是冯老师 就是我倒想听一下 你能不能讲说 你这个方法 发明出来以后 有没有一些机构 用了它 有些例子 可以举一下 因为我在家里 这十多年 像小孩 像就是小学生了 我主要教小学 小学 然后中学 高中 成人 这些呢 说这些案例呢 是非常的充实的 有哪些机构使用 机构呢 就没有去推广 去使用 因为我还是比较谨慎的 虽然拿到了这个 著作前 但是我还是也经过 这些更加实践 更加稳妥的方式 所以我把这东西 也送给那个 新东方 这个云敏洪老师 去年 没有 也没有听到 这余老师的一个回复 也就是说 您这套教学法 其实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怎么付出于实践 对 没有 得到了推广 没有 就是你用渗透性的方式 对 去教孩子们 那现在就回复到 一个问题 如果你去到 比如说去到优胜教育 优胜教育 不让你推广 这套教学法 那你还去吗 那我就 不去了 就不去了 其实你今天来 就是我想是 把这方法传送给老师 其实你今天更多的是 想来推广 这个教学法的 或者是在 接下来的这份工作当中 推广你这种教学法的 对 我想让大家去使用 如果不能够达到这样 假接 如果没有这样的 一个假接的作用的话 这个企业你也不会去 对呀 好像没有多大的 那什么 你要求新次多少 一万 一万 有地区的限制吗 就在北京吧 有没有在顺义这里 来第一轮选择 来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唯有才 你们二位留灯的目的是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 因为我自己英语其实特别差 但是从头之位 刚才我很认真在听这个冯老师的讲课 从最早 你有相应的岗位吗 我可以去 因为我在现在就时尚教育 如果老师可以怎么把时尚教育结合在一起 我也可以开这样的班 你开一个这样的班 对 那个土磊现在教育创业很火 他想转行 这我能理解 楼市呢 楼市集团 袁卓你有这个岗位吗 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教学 都会结合互联网 而我们楼市呢 是做网红养成的 所以我不知道冯老师 你有没有一个想法 是把自己的这种教学方式 打造成一个微信公众号 或者是一个微博平台 或者是您去开一档直播节目 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 我觉得我 我们可以合作 他想做你的传播渠道 来 旁白燕 企业管理的大忌 就是因人涉岗 所以我想建议您呢 说实话 如果您的底薪 只是在一万左右 加上您现在这个年龄 真的不如自己开班 创业更好 或者说找到程浩 老师跟他合作 我觉得这是更好的出路 未必非要到职场里面来 因为您这个年龄 可能有很多事情嘛 都不是像您想起那么简单 说实话 所以那两位 八年后 九年后的小帅哥 虽然说给您抛出橄榄枝 但是呢 我希望您能够理性对待 我公司没有这个岗位 但是如果 因为我觉得 其实冯老师 他现在已经是 因为已经六八年的 如果他现在在加入到一个 所谓的已经成熟 专业的教育系统 或者是 这个传统型的公司里面 他很难去真的 把他这个技术推广出来 所以刚才其实我听完他的想法之后 我觉得很适合 因为其实 如果老师 你们如果要犯职场的大级 一人设岗 如果你 但是你又喜欢冯大姐的这种教学 你不如私下跟他合作 那个 如果你看好 对吧 你不用给他去留一个这样的感情 所以您要说机构必须用这种方法去推广 这是不符合时代发展的 是 对 所以我觉得 如果您真的想搞好教育 想学习研发 应该到我们这种专业机构里来 是 我今天拿到的今天的这个成果 并不是说我刻意我要去做什么 而是说实实在在 脚踏实地去做 然后把这教学经验总结出来的 没事 在我心目中 您就像少女一样 我挺喜欢你 谢谢您 其实刚才所有的能力也都展现了 该讨论的也都讨论了 还好陈浩现在还留着灯 来 第二轮选择去何流 好 这样挺好啊 我们直接进入谈情不善感情 这会儿你独孤求败了啊 我们集团给你的是我们优胜派项目的 英语研究专员 我没法直接给您教师岗位 或者更高一些的岗位 因为这种岗位我们都基本是六面 对 所以我跟您通过这个 我可以达成一个初步意向 我认同您的热情 我也相信您那么多年的教学经验 薪酬 薪酬 底薪一万 先是先这么试吧 其他的客室费 或者研发的补贴 津贴奖金 咱们到时候再单谈 好 先一万加 好 您对这个薪酬有意义吗 没有 有问题要问吗 可以问一个 我的问题是 能否结合 结合 把我方法 就你的意思说 他是否愿意接受 对 愿意接受 愿意接受这套教学法 传授给几个老师 然后有这么一个教学小组 然后大家都去 试验一下 去用一下 对 我们可以从分享教研开始 对 对 就是这样 好 把另外11盏灯亮起来 用哪位老板的薪资可以超过一万 多秒 好 来 把灯灭了 您在最后十秒钟当中考虑一下 是否愿意选择优胜教育 开始 优胜教育或者是谢谢再见 您的选择是 优胜教育 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